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就此给我情节的心 静静跟随你 我可不更深爱的 因你一些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活出你对我呼召 每一天带灵活 更多轻轻地 我愿 愿这一生更香的 求与我同行呼出 引导我生命 赐给我甜美的灵 那恨乎的心意 一生跟随你 就此给我情节的心 静静跟随你 我可不更深爱的 因你一些爱我 跟随你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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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愿 这一生 甘下地 求与我同行 欧处 引导我 生病 赐给我 甜美的礼 那呵护的心意 一生跟随地 我 愿 这一生 甘下地 求与我同行 欧处 我 愿 这一生 甘下地 赐给我 甜美的礼 那呵护的心意 一生 跟随地 我 愿 这一生 甘下地 我 愿 这一生 甘下地 我 愿 一刻 不 我 愿 这一生 甘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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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私的爱 自私的爱 在我们的生活中 不乏看见 可是上帝却告诉我们 人的一生 需要有信心 有盼望 有爱 而这其中最大的是爱 爱是什么 爱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爱是永不止息 这样的爱 你是不是觉得 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有一些冲突 好像我们所经历的爱 都不是这样 我们经常碰到的都是 除非你先爱我 先对我好 我才爱你 我也对你好 你对我不好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你 有的时候 人们的爱太狭窄 甚至当我们失去爱的时候 就想要报复 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是这样说 在美国有一对结婚 三十年的夫妻 生活上有很多的争吵 因而离婚 可是离婚以后 这个先生 又向法官提出诉讼 要求这一位 已经离婚的妻子 将体内的一个肾脏 还给他 这一位52岁的先生 阿弗利 他怒气冲天地说 在三四年前 因为太太的两个肾脏 出现毛病 而被切除 他因为疼爱妻子 所以就愿意主动 捐了一个肾脏 给妻子 可是他的妻子 忘恩负义 在身体恢复健康以后 竟瞒着他 红杏出墙 在外面交男朋友了 所以他气不过 一定要把 前妻体内的一个肾脏 给要回来 阿弗利很不平衡地指出 他说当初 他和太太离婚的时候 法官判他 必须把财产的一半 分给妻子 两辆车子 也要分一辆给太太 然后各走各的路 可是离婚以后 他说他越想越不服气 他说因为 我前妻的身体里面 藏着我一颗肾脏 他是靠着我的肾脏 恢复健康 所以我要把这个肾脏 要回来 他不应该拥有我的肾 就让他新的男朋友 绝因科胜给他好了 当我们听完这个故事 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呢 人的爱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完全 虽然我们明知道不要这样 可是我们却做不到 今天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祈求神赐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 一个爱人的心 让我们学习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接纳那些不可爱的人 虽然他们和我们很不一样 你试试看 祷告就会有奇迹发生 也许你说我真的不可能爱 因为我太受伤了 可是上帝会帮助你 让我们的爱 不再只是活在一个自私的爱中 而是因为无私 就能够活出更多的爱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